先看看港交所 首三季按年可以多赚15% 顺利到98.6億 同期收入方面按年增长有两成 到151.5億 如果我们只是计算第三季方面 顺利是32.5億 虽然比第二季会升17% 但按年计轻微达到一个倒退大概3% 如果用首三季分布EBITDA来看 比重比较大的就是现货部分 增长幅度亦是最大的 继续可以成为推动到盈利增长的主要动力 业绩就出了 我们看一看股价 港交所在出了业绩之后 午后回到来的股价都比较弱 都是跟随着大市 跌幅大概1%左右 你对于这份业绩是否收货呢 或者会不会有点失望呢 暂时去看的时候 都倾向符合市场的预期 或者严格来说 就稍微比市场 就稍微看得好一点点 那个顺利就32.5亿的时候 就对应市场的一些券商去估计 那个中位数当时的预期 就是31.9亿的 所以就稍微利好一点点 但是始终就因为第三季来说 那个业绩稍微有一些倒退了 所以以至到它整体那个的顺利 就本来就由中期的时候 就头六个月 那增长就26.3% 那现在就落到去就不到15%的 所以有少少的拖累状况在那里 我想市场的焦点就会是看回 第四季来说 会不会是相对上 那个成交量有机会会好一点 以至到整体港交所收入又好一点的时候 就会对于整体那个盈利方面 就会有一个的帮助在那里 所以就整体方面来说 就对于那个业绩 可能大家就不是说太过失望 以至到股价表现来说 下午看回傾向都是一个持平的状况 在那里赶 kami 接 Aud� 别 wait 转发 就会 我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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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